在大明王朝的朝堂之上 宰相竟然不顾朝廷礼仪大大出手 一场闹剧即将上演 那么这场闹剧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 大明启良张局正之宰相打架为哪般 在龙庆皇帝登上王位的第五个年头 当时的内阁首府相当于宰相的高拱与张局正 共同解决了困扰大明王朝许多年的北部编换问题 而在天下看似就要一番太平景象的时候 在大明王朝的紫禁城中却意外的发生立场 在历朝历代都堪称政治器官的宰相打架事件 而这场匪夷所思的宰相打架事件的主角 当然就是这位内阁首府大臣高拱了 但是面对这样一场 几乎超越了人们灌场想象力的宰相打架事件 我们充满了疑惑 内阁首府大臣高拱 能够坐到首府大臣这样的位置 绝不会是一个平庸之辈 他应该是非常明白朝廷以及官场上的礼仪规矩 他怎么会在朝廷之上就如此荒唐的大打出手呢 在当年的朝廷之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 又是什么人敢冒着杀头的危险 公然敢于挑战百官之手的内阁首府大臣高拱 甚至不仅是挑战 而且还敢和高拱在百官面前动起手来 南京师范大学利谱教授 为我们揭示这一场宰相打架事件的来龙曲版 在这一次非常事件中探寻事件背后的交锋 大名脊梁张居正旨宰相打架为难还 朋友们大家好 上一讲我们说到张居正通过三阳子事件 彻底解决了北部编换 为他马上要开展的万力新政 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的改革发展环境 但是平心而论 这个三阳子事件的解决 没有高拱的支持 那是不会取得圆满的成果的 这就可以看出来 至少在这个时期 在龙庆的这个段内阁时期 张居正和高拱之间 在政治上是一种非常紧密的同盟关系 不仅在工作上是这样 在私下里在平常的生活中 他们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朋友关系 这从一些生活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了 这种细节那得非常典型才行 说龙庆五年的冬天 内阁里就发生了一件 说大不大 但是却是特别惊人的小事 说有一天 按规矩是个会议的日子 什么是会议呢 会议是干什么呢 我们讲过 明代的这个权力系统 尤其是行政权力系统 它是一个不能算三权分立了 它是一个二权分立的系统 就内阁主管六部 这是一个行政系统 内阁长官作为实际上的宰相 主管六部 而督察院 主管御史和各科的几十宗 这是什么呢 因为监察系统 各科的几十宗 他们的品节一般不高 你像几十宗 不过才七品 七品在京城 那是芝麻烈大的官 是不是 但是它有两个特权 这两个特权不得了 第一就是我们提过的 它可以风文言试 听到点风声 也不搞调查研究 它就可以弹劾你 就可以批评你 指责你 过后不是这么回事 没关系 它不用负责 它爱说就说 第二个 它是阅情言识 不管你是内阁首府 还是各部上书 不管你是什么 一品两品的朝廷大员 它都可以弹劾你 指责你 而且 什么事都可以 它只要想得到 所以 我一直觉得 我读明史的时候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觉 就是因为这种过分的 阎官制度 使得文人之间 特别喜欢斗嘴 特别喜欢争吵 国家就在这种争吵中 消耗着 所以我一直觉得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 这个过分的阎官制度 有时候比那个宦官制度 危害还要大 因为这个阎官的权力这么大 所以 为了使 他们和行政官员 内阁这个系统的 尤其是内阁大学士 也就是当时的宰相和副宰相 能有一个 良好的沟通和了解 不要因为生疏造成隔阂 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会议制度 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这帮几十中呢 到内阁来 和内阁大臣们 喝喝茶聊聊天 互相再见一下 因为这个 内阁的大臣一般年龄比较大嘛 都叫阁老嘛 而几十中都是年轻官员 一般都是几年轻官员 所以他们见到这帮阁老 要怎么样 要做一 会一嘛 去会面 做一 所以叫会一制度 明朝的阎官制度 从一定程度上 的确是加强了监管的力度 当然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也给官员之间的斗争 提供了一个平台 官员之间因为一己私利 而相互弹劾 也大有人在 可是不管怎样 在这样会议的日子里 大小官员们 在朝堂制上聚集 表面上 还是要相互寒暄 问候一般 气氛也应该是一派祥和的 按说 大明朝建立起 这样一个 面对面的沟通机制 目的就是为了 减少冲突和摩擦 难道 即将发生的那一幕 宰相打架事件 会发生在 这样一派祥和气氛中吗 这件事 又是因何而起的呢 说这一天 就是一个会议的日子 大冬天的 几次中门到了内阁了 见到阁老门 坐一的坐一 打招呼的打招呼 别提多热闹 这个时候 内阁中 还有三位大学士 只剩三个人了 内阁首辅 这时候已经是高拱了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那可以说是 一股毒大 内阁赐福 这时候已经是张居正了 有人说 张居正爬得挺快 龙庆四年的时候 还在内阁里头 排老末 这时候已经是赐福了 不是他爬得快 是因为原来内阁里头 六七个人 其他的几个都给高拱 挤得走了 就剩他们俩了 所以他当然就赐福了 龙庆五年年初的时候 才补了一个 那就是内阁里的第三人 李士丹 说这个几十宗 就给三位阁老们 坐一 大家就在一起 很热乎 这时候有一个叫做 寒几的都几十宗 都几十宗啊 就是几十宗的 小科长 头目 相当于 正在给高拱坐一 远处有个人 看到这个寒几啊 就是气不打一出来 谁呢 就是这个内阁里的第三人 排第三位的 丁士丹 说起丁士丹这个人啊 那也是大有来头的 丁士丹是三东人 三东大汉 现在你去济南 还有个旅游景点 叫万族园 据说 就是在明代的时候 就是丁士丹他们家的宅子 这个丁士丹啊 很有才 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士 在这个嘉靖朝的时候 他也曾经做过 豫王府的讲师 也就是 和高拱张居正这些人一样 就是做过龙庆的老师 龙庆未登基之前 他看到这个龙庆朝之后 像高拱啊 张居正啊 包括当时还有一个 在豫王府做讲师的 叫陈以勤的 这些人都入阁了 都当上宰相 副宰相 心里就很着急 想想自己也不比别人差 当年的同事他们都这么风光 我怎么则 也得进入内阁才行啊 是不是啊 也才对得起自己这段光荣的履历啊 于是 他就放下架子 来找谁呢 找高拱 但高拱这个人啊 拿鹰式丹不吃劲 为什么呢 因为高拱拽得很 这里头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 高拱我们知道 他的脾气就是非常傲气的 心眼又小 心高气傲的 这个鹰式丹又是个山东大汉 山东人 平常直来直去的 也挺傲的 以前在豫王府的时候 因为脾气比较傲 也不怕高拱 拱放在眼里 高拱本来就很傲 听的话你比我还傲 你一直给他叫的劲 好嘛 现在鹰式丹放下架子来求他了 高拱就吊着他 就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可以看出来 高拱这个人心眼 确实是忒小了一点 是不是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高拱这个时候啊 刚好想提拔一个自己的亲信 叫张四伟的进入内阁 他好不容易赶走了那几个 跟自己不对路子的人 这时候要提拔 当然先提拔自己的亲信啊 名额有限 所以他又不想放这个鹰式丹进来 所以要换了个人的话 肯定做个顺水人情 对不对 高拱不干 结果说这个鹰式丹也不是吃干饭的 看高拱这边走不通 一直掉在这儿 开始实施第二首预备方案 还有一个应急计划 怎么样呢 去走当时的大太监 陈宏的路子 结果 这个只要和太监嘛 只要有钱就能拉上关系了 是不是 结果陈宏的这条路子 比高拱好走得多 很快 龙庆五年年初的时候 在陈宏的帮助下 殷式丹入阁了 高拱这下一看 又心里不平衡了 心的话你小子行啊 这边求着我 那边还背了一手 他也不想想 人家求了你半天了 就你不松口 人家没办法 才去另寻门路的 对不对 他觉得殷式丹 那小子太坏了 阴险不把我放在眼里 这求着我呢 那另外又去找别的路子 所以他就想抓 这个殷式丹的小便子 就想把这个殷式丹 赶出内阁 殷式丹也很聪明 低方的高拱 也没什么小便子给他抓 平常很谨慎 但是我们说 你要纯心想整人的话 那拖着头上 他也能抓出辫子来 对不对 所以有个词叫 莫须有吗 所以你纯心想使手脚的话 套用句广告词 叫一切皆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这个高拱啊 就准备要挤走 殷式丹 但是我们说高拱啊 他毕竟 虽然他气量小 虽然他这个沉不住气 但他毕竟还是个文人 这时候虽然他权力非常高 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权臣 他并不像严松那样 是一个奸臣 他和别人斗争的手段 那还是一个很文人的 不会栽赃陷害 他最常使用的一个手段 也是最文人的一个手段 就是弹劾 谁要跟他不对路子 他就让手下人弹劾谁 我估计啊 根据明朝的文人习气啊 这个明朝政府办公用纸里头 消耗量最大的 估计就是这个文人之间 写弹劾文章所用的纸张 文人就是这样 就好斗 斗什么呢 斗嘴 你写篇文章骂我 我写篇文章骂你 你上一篇弹劾文章 立刻有一拨人跟着唱 你写一篇抗辩文章 立刻又有一拨人跟着凑热闹 所以这个弹劾的风气不得了 高拱就指使手下的阎官 弹劾这个阴时代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高宫费尽心思 一起要把殷势丹挤出内阁 殷势丹人无可忍 在朝堂之上揪住高宫 叫大打出手 一场闹剧即将上演 大名企量张居正正在播出 殷势丹最终通过宦馆 进入了内阁 心胸狭窄的高拱 一心要把他挤出内阁 可是殷势丹一直是一个 处处小心谨慎的人 也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 高拱一时之间 也找不到什么有利的理由 我们知道 像高拱 张居正 殷势丹这些人 都是文管 他们又同处内阁 可以说是要经常共事的 同事关系 就算彼此之间再不满意 表面上也还是应该和平相处的 那么高拱究竟又做了什么 让殷势丹这个山东大汉 会完全不顾朝堂礼仪 和当朝内阁首府 动起手来呢 请继续收看 大名企量张居正志 宰相打架为哪般 实在也没别的由头 找不出别的理由 就弹劾他 是由大太监 陈宏引荐进入内阁的 就说这个太监引荐的人 怎么能当宰相呢 是不是 有损国体嘛 高拱他也不想想 他当年付出的时候 那不也是太监 帮忙的吗 真所谓是此一时比一时啊 高拱这时候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当年的糗事 这种比较傲气的人 过后就忘了自己当年的糗事了 金石丹当然不服气啊 这算什么理由 你弹劾我啊 上书抗辩 就说我行的正 不怕引着鞋 就是不退 牢牢的把根留住 留在内阁里头 结果啊 看前面几个人 弹劾文章没奏效 没成功 高拱手下这一员大将 韩戟 韩戟是他手下一员大将 出马了 韩戟放出风来说 你们这帮 几十周没用 你看啊 我马上写篇文章 来弹劾这个殷实弹 我只要写篇文章 一击必中 韩戟放出话来 马上我就要让 这个殷实弹滚蛋 这话已经传的精神 到处都是了 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这个殷实弹 今天一看到这个韩戟 正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变身啊 他看这个韩戟 向那个高拱坐完衣 转过身了 就刚好面对着他 殷实弹比较聪明 手一拱 因为是会衣嘛 所以这个见面坐衣 这是规矩啊 所以这个韩戟还没办法 殷实弹是阁老啊 只好一拱手 一弯身 看了一句 阴阁老 他这一说话 殷实弹也说话 本来在内阁里一堆人 大家都在打招呼 闹哄哄的 你说两句话没人注意 可殷实弹这话一说出来 全场立刻鸦雀无声 殷实弹看到这个刚刚直起腰来的韩戟 冷笑着就说 听说你韩科长好像对我有点意见 还放出狠话来要怎么怎么地 你韩戟对我有意见没关系 可你犯不着 给别人当枪使啊 这话一说出来 韩戟立刻傻了 为什么能想不到这个殷实弹 这么直不笼动啊 你说在当着这么多官员 那么样 又在这么一个正式的社交场合 他能说出这么点名道姓的话来 韩戟当时就愣住了 脸憋得通红 想想要不然就解释一下 实在不行拉了一下脸来反唇相机 结果还没等那个韩戟反应呢 旁边的高拱就坐不住 撑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所以说高拱这个人沉不住气 你不想想殷实弹说韩戟 说你犯不着给别人当枪使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幕后主使是谁 但他毕竟没说出来啊 你说你跳出来 你不等于不打自招啊 是不是 可是高拱这个人 就是急急急 你让他忍他也忍不住 所以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就喊 不像话 不像话 这拍不成体统了 好吗 不打自招 等于就是说韩戟在幕后主使就是我 这个殷实弹一看 你也忍不住了 山东大汉的 直来直去的 心的话 我还没跳 你这个幕后黑手招跳出来 你要跳出来 我跳得比你还要高 说他指着高拱的鼻子就骂 什么体统不体统 你姓高的还有资格谈体统 驱逐陈格老的是你 驱逐赵格老的是你 驱逐李格老的又是你 现在你为了提拔亲信张思维 又来挤堆我 这个内阁 难道永远是你姓高的一个人的内阁吗 殷实弹不愧是山东大汉 敢说敢做 说完了一路秀子上来 揪住高拱的衣领子就要揍他 明史里的原话是说 镇定御欧之啊 那是真的要揍他了 这一下高拱傻眼了 那平时你是拽得很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谁也不敢不服你 但问题是这会儿 他一个六十岁的小老头 他哪打得过 殷实弹是山东大汉 被殷实弹一嚎住领子 一拉超点弄个猎 这一下 这些几十众们也傻眼了 虽然在场当时有很多都是高拱的这一边的人 但问题是傅宰相跟宰相打架 你几十众你也参合不进去 你品级不够啊 是不是 这就像奥运会那拳击比赛 这个摔跤比赛 那得分不同的公斤级的 是不是 这傅宰相跟宰相打架 你说你小小几十众 你想参合 你也参合不进去啊 面对朝廷上 正副宰相突然间拳脚相加的局面 从未见过如此正式的大小官员 已经慌乱成一片 那么这样一场 华天下之大气的宰相打架事件 究竟该如何收场 而此时此刻 就站在慌乱官员队伍中的张居正 卡会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吗 我们说变观全场 这时候只有一位有资格参加这场 载向工军级的决斗 谁呢 当然是张居正 你还别说 除了张居正 这会儿还真没人能拉得住 这个三中大汉银石丹 我们知道银石丹三中大汉 个备高 力气也足 一拉高拱差点都摔一跤 别人也不敢去碰他 也拉不住他 张居正不一样 你别以为张居正少年天才 文采出众 就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说张居正身高八尺将近八尺 换到现在也将近一米八 大个子一个 他爷爷又是当过侍卫的 好歹家传练过两天五把式 是不是 那是有两榜的力气的 但是我们说 张居正出手不出手 真出手还是假出手 那也是有讲究的 对不对 他要存心想让高拱难看 完全可以 让殷世丹先揍他一顿再说 受人 或者边劝别让他挨顿揍 这一下 只要拳头落在这个高拱的脸上 殷世丹和高拱两个人怎么样 脸面就全丢尽了 后人老说 这个张居正 耍阴谋要害高拱 其实就从这会儿就可以看出 这种阴谋论的荒谬来的 他要害高拱的话 完全很简单 这时候让高拱难堪一下 两个人过后 殷世丹和高拱在内阁 都待不下去了 一退阁怎么样 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还不是自然就 接替内阁走斧了吗 还要后面什么使什么手段 所以从张居正 这时候的表现来看 他和高拱的关系 那是非常不一般 他一刻都没犹豫 说是迟那是快 上前一把就抱住了殷世丹 因为抱得快 殷世丹这个拳头也没落下去 这就可以看出张居正 对高拱的这个维护之情 但是殷世丹不领 张居正的情 明史里头记载 这时候殷世丹对张居正是 因岁而对 岁这个字在汉语里头 这是辱骂的意思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 这殷世丹当时骂了张居正什么 但殷世丹的脾气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肯定是骂你一个张居正 跟高拱一个鼻孔出气 早晚高拱收拾完所有人也会来收拾你 是不是 但是张居正好歹是把殷世丹劝住了 因为拳头没落下去 高拱这张老脸也有地方割了 过后 说是高拱手下这边盐官 群情激愤 纷纷上表弹劾殷世丹 回到家之后 也不等别人弹劾他了 主动上表请求辞职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宰相打架事件 你说这起宰相打架事件 他说大不大 但是很典型 我觉得 从这起宰相打架事件里头 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点信息来 第一个 就是可以看出来高拱这时候的政治地位 已经达到一种顶峰的状态了 你看 丁士丹骂他 说他若见足成功 再足造功 又再以功 就是说 你算算你兴高的赶走过多少人了 是不是 陈阁老 赵阁老 还有李阁老 原来在内阁里的这几位阁老 都是被你高拱挤队走的 这三个人 分别是陈以晴 赵阶芹和李阁方 陈以晴呢 我们刚才讲到 和高拱张居正 还有殷士丹 原来都是御王府的讲师 大家都是一个讲师团的人 他道理关系应该很好 但高拱这个人太难处了 在这个讲师团里 他也就跟张居正的关系还比较好 别人跟他都处不来 你想想他吗 他连那个前朝元老 扳倒了阎宗的 实际他都不放在眼里 他能把这些原来就排在他后面的人 放在眼里吗 张居正 大明王朝优秀的老师宰相 万历 大明帝国刻苦的学生皇帝 李太后 大明后宫里开明的皇帝母亲 冯宝 大明恭敬中认真的陪读宦官 他们四个人命运交织 演出的却是一场血于腥风的悲剧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立博教授 为您带来 大明脊梁张居正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深得龙庆帝重新的高拱 一坐到内阁首府的位子 就开始排除异计 许多和他关系不好的大臣 都为他挤出了内阁 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播出 高拱进入内阁 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挤走了三位元老 那么这个内阁首府大臣高拱 究竟是何方神圣 居然有能耐把内阁中的其他阁老都不放在眼里 不仅如此 还明目张胆的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排挤出了内阁呢 而内阁发生如此大的变动 作为皇帝的龙庆 又怎么会对此没有任何疑问和戒备呢 请继续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正在向打架为哪班 是因为他来到豫王府的时候 他是最早一个 而且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他相当于龙庆登基之前 他最早来到豫王府 他又相当于龙庆的这个班主任老师 所以龙庆跟他的关系不同寻常 他来的时候正是龙庆最无助的时候 因为这个嘉靖最忌讳谈哪个儿子继位的事 虽然按序列龙庆是应该做太子的 但是嘉靖在死之前一直不立太子 一直把这个龙庆吊在哪 这个龙庆几十年就是这种提心吊胆 最最不安的过日子 一方面嘉靖不立他为太子没名分 另一方面其他人又虎视眈眈的 几十年搞下来弄了这个龙庆心里都变态 我们经常讲有人会问 这些人都是他的老师 互相之间有矛盾 你说龙庆他怎么不调和一下 龙庆他根本不管这事 他执政之后最大的特色两条 第一个就是不管事 随你们大臣们怎么闹 你们吵架斗欧也好 互相谈和也好 不管他不管 第二个就是好脾气 大臣们指责他 他也一笑了之 他不管事 他根本不看中这一块 他只知道声色犬马和女人 所以日子没过多久 身体消耗掉也死掉了 曹庆理的事不管 大臣们指责他的话 一笑了之 要换了他爹家境的话 那肯定当曹庆障 他打死才怪是不是 他不管 他为什么可以不管呢 因为有高拱在啊 在那些无数的岁月里头 高拱就是他最大的依赖 在龙庆的心里头 高拱已经引然替代了家境 给了他父亲一般的关爱 所以他把曹庆全叫高拱 他自然就放心了 不用操神了 反过来高拱也是这样 高拱对龙庆也是这样 在那个龙庆未登基之前 他是全力关爱 保护他这个性格懦弱的学生 你看吧 我们以前说到过 严实藩甚至刁难一个御王府 不给御王发工资 结果高拱亲自跑到严实藩 那去要工资 还受严实藩一番抢白 心里憋了一肚子火 所以才拉着张居正去香山秋游的 对不对 现在他这个懦弱的学生登基了 帮这个学生看护好 打理好这片江山 高拱也觉得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这就造成了两种结果 第一就是高拱这个人非常专横跋扈 他觉得他是在替他的这个好学生 看护这片江山 所以呢 他就有一种家长的心态 什么人都是我说了算 什么人都在算着我 这陈雨晴不用说了 原来给他关系不是很好 没过多久就把人要赶走了 挤走了 这个赵甄吉原来在内阁里头 是主管监察系统的 虽然我们前面说 这个明代的行政系统 官僚系统是个两权分立 也只是形式上 本质上还是极权 因为监察系统的官员 任命过程中也是有立部 有内阁决定的 有宰相决定 所以他还是受内阁的控制 赵甄吉就主管监察系统 因为工作需要 监察系统 所以他就想约束一下高拱的权利 结果高拱这下就来火了 我是什么人 你敢约束我的权利 就给他逗 两个人就吵 后来一直吵到龙庆皇帝的面前 龙庆当然 偏着他那个敬爱的高老师 所以都没问什么理由 就说老赵啊 你回家退休了 你把赵州吉赶走了 李成方最后一个被高拱赶走的人 我们说了他见高拱势头太猛 主动退休的 但这也是有原因 为什么呢 是因为高拱复出之后 要报复徐杰 他不是跟徐杰矛盾大吗 他老觉得是徐杰陷害他的吗 要报复徐杰 这个老实巴交的李春芳 就替徐杰说了几句好话 就这么着 高拱就把他当仇人了 李春芳一看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也不要等龙庆说 老李啊 你也回家休息一下吧 他自己就主动 强烈要求退休 回老家了 把这个首府的位置交给了高拱 当然 龙庆对高拱的这种依赖 也造成了第二种结果 就是 高拱确实以满腔的政治热情去干事 他的行政工作能力本来就很强 再加上他很负责 所以他确实是做了不少事的 严格来说 高拱在龙庆朝 是为张居正的后来的万利新政 打下了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 他当时作为内阁宰相 又主管吏部 这是很少有的 他就敢下狠手 启用了不少有用的官员 但是我们说 以高拱的做事风格 他往往是旧事做事 事情做的不少 但是经济依然萧条 财政的赤字依然庞大 国势依然衰退 他做的都不是那些制度上的变革 一段民史中的记载 让张居正成为了一个 勾结太监 陷害当朝首府的阴谋家 可是立国教授却说 明史的记载是错误的 大明脊梁张居正指 漏洞百出的明史 这一场荒唐的宰相打架事件 最终以阴氏丹退出内阁而告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高拱在当时 已经大权独揽到何种程度了 可是通过宰相打架事件中 张居正对高拱的维护 还有内阁中其他人都受到高拱的排挤 唯独和张居正相安无事来看 很多人也有一种感觉 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应该不错 同样我们从这些事件中也看出了高拱性格当中的缺陷 正是由于这些缺陷 为高拱以后面临的危机埋下了祸根 请继续收看大明脊梁张居正之 宰相打架为哪班 我们说从这起宰相打架事件 可以看到的第二点 就是一直到这个时候啊 可以看出来 张居正和高拱的关系 那还是非常好的 非常亲密的 你看在这个打架过程中 张居正对高拱是怎么样 是全力维护的 从殷世丹 对张居正啊 一岁而对 也就是骂他 指责他 也可以看出 当时像殷世丹那些人 都认为张居正和高拱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他俩在政治上是同盟的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明史里头就明确记载 高拱在赶走赵真吉的这个过程中 张居正是出过力的 两个人是阶层政治同盟 一起排挤了赵真吉的 况且我们刚才还说了 高拱的付出 明史里明确说到 是张居正和大太监李芳 共同谋划了 高拱的付出 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来 到龙庆朝的末年 张居正和高拱 不仅在政治上是同盟 在生活上 也是一个非常牢固的朋友关系 从这起宰相打架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三点 就是高拱这个人的性格缺陷 我们说他气量小 不能容人 这不光是我们后人这样评价 明史对高拱的评价就是 就说他什么呢 性迫及 不能容物 又不能常去虚忍 有所辅促之 历岁 每张目怒事 恶声济之 即左右 结位之辟 就是说他度量小 不能容人 最后这句 即左右 也位之辟 是说什么呢 就是他身边那些人 他那些天性 都给他处不好关系 我们说政治这个东西 有一半倒在人世 你跟人都处不好关系 你还怎么成事 是不是 所以高拱的这种性格缺陷 就为他以后的政治危机 埋下了祸根 当然 到底埋下了怎样的祸根 作为证实 明史为什么说 是张居正阴谋陷害了高拱 明史又未知 提供了哪些证据 这些证据到底可信不可信 我们将在下面两讲 做一个详细的辩析 请继续收看下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